第六题如右图有关小球在水平面上做等速率圆周运动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选项A 唯一等加速度运动这个当然是错的 老师上课强调过圆周运动一定不是等加速度运动 因为圆周运动一定要受到一个向心力的作用 向心力很指向圆心 加速度的方向跟外力同方向 所以加速度的方向也很指向圆心 所以时时都不相同 而等加速度运动必须要大小相同方向也要相同 方向不相同就不会是等加速度运动 选项B 小球在ABC柱四个位置的运动方向都指向圆心 这个也是错的 我们晓得圆周运动的顺时速度方向是所谓的沿切线方向 所以它并不是很指向圆心的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等速率所以小球所受的合力为0 这当然是错的 刚才已经讲过了 要做圆周运动一定需要受到一个向心力作用 所以它不合力不会是0 选项株向心力对小球没有做工 这个叙述是对的 因为我们的顺时运动方向是切线方向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位移方向是切线方向 会跟我们的力量呢 只向圆心是互相垂直的 做工要力量乘以为以 但两个必须要互相平行 如果两个互相垂直就完全没有平行 就没有做工 这也是上课老师强调过的 向心力一定不做工 所以选项株是对的 第六题问我们说下列合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向心力对小球没有做工